休闲的来带一点点勇朗风 它这种是比较属于高档的 对比较 它的裤子啊 穿起来质量它是比较高档的 Fu Inner Lining 整件裤子是Fu Inner Lining 它连Lining一样是用了滑面 Lining也是有分很多档次的 你看这个Lining是用的非常好 比较高档的Lining 整体穿起来就是滑滑凉凉 因为有些Lining啊 没有这么高档次的 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它一直会贴着你的肉啊 尤其是你流汗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这个肯定不会啊 OK 它前面没有太多小细节 它就是前面这边 腰间这边这样子大片 然后这样子有破开来撑 其实这个厂家 它之前有个半裙 也是做了这个腰头啊 OK 它就把那个半裙的裙头 移去的这个裤子 后面一样啊 后面也是这样子破开破开 这样子来撑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 很容易选 所以两个色就是Sandbatch和黑 怎么搭 你可以直接搭我这个针子上面 整体穿起来 它就是给人家 那个感觉是比较高档的感觉 就对了 裤子呢它属于一个小flare这样子的版型 有口袋啊 裤子是有口袋 后面是这样子的 属于一个高腰啦 这个厂家它大多数的裤子都是高腰的就对了 所以穿起来很瘦就对了 这款是我的尺码的话是L size 还有空间啦 因为这个L是到80 这件呢 卡码的话 呃 就是说一个2cm啊 可以这么说啦 因为它面的坦率它不大 ok 那些卡码的话 如果你能接受贴身 穿过一个更加的高腰 你看啊 80 应该就讲你一定是2cm嘛 如果你在穿高一点点 你说一个2cm可以吗 是可以 ok 所以说整体腰那边能接受贴身 穿起来比较高腰的话 呃 可以选小 不要选大 不管是我的2cm 如果你是平时跟我的size的话 你是需要L size 那我L size 我穿的是还有空间啦 毕竟我的腰是78cm 这个是到80cm 所以说都认识嘛 需要L size 这个款式 然后在这个长度方面 我们常讲顾客会比较偏 这个做到 长度 37 看size啊 39 对39 所以说我是穿的L size啊 穿起来啊 这个长度不太短啊 一个39cm 所以说顾客也很喜欢这个长度的裤子 学习 跟我的纸马 你们是需要带走L size 不难选啊 还是这一期你要找的 评论厂家的裤子啊 就是这个款式 可以考虑带走2个色 你看它的面料啊 是比较高档啊 它不是那一种 啊 它跟我们上上几期 有个西装裤啊 面料很类似 比较高档的面料 你看sand bag上 它是这样子 有一点一点 不是那种solid的color 你可以看到它的面料的那个质感啊 不一样 就是说跟以往的一些就是说 是稍微是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它是来自Premium厂家 是比较高档的 它这个 来我换了黑色 for黑色的话 最大只是到L而已啊 需要XL的话 只有Lsand bag 我只有两件啊 然后黑色的S 我也是只有两件啊 因为这些是一样啊 厂家的新品 然后这些基本上它到货 很快就被抢完 所以说有的size 我拿不到 我还是有带进来 有一些是只有一到两件而已 两个是sand bag 和黑显瘦的话 就带走黑色 然后你要比较高雅 比较性感 比较韩细路性 整体穿起来比较柔的话 你就带走这个sand bag ok 跟着助理的纸马 现在当然是穿L size 我也是穿得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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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款式ok 它这样短裤已经好久没有了 很久很久没有了 所以说如果你是比较喜欢 找一些比较premium的产品的话 找这个短裤啊 这个强力推荐带走 来接下来我要介绍也是来 这个酷裙 对啦 它是酷裙 牛仔酷裙 它是一个爆款回货来的啊 对 两个是深蓝和浅蓝 NDSJ08价钱是